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例题 例题都不是太复杂 首先 例题1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dropping reason是什么 region 后面有个g 那才是区域 这个reason是原因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dropping 遮盖 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答案的范畴 A 叫做 Campdown的Client 什么是Campdown的Client Campdown是什么 冷静 这个词很常用 冷静 当你看到一个特别脾气暴躁的人 可以跟他说 Campdown 干嘛呀 冷静下来 说这个遮盖 最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让客人冷静吗 这个不是 B 叫做Keep Boundary 什么是Keep Boundary 保持界限 非常好 保持界限 C 呢 叫做More Patent for Body Contracts 就是使身体的收缩的能力更大 也就是说你给他盖住之后呢 它可以让身体更加的能蜷缩起来 最后一个叫做Provict Client Sanitism 就是给个人提供一个什么呀 什么是Sanitism 大家还记不记这个词 Sanitize 卫生 消毒卫生的卫生 我们现在疫情已经过了啊 这个洗手液 注意卫生已经不强调 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词忘掉 对以下四个答案 哪一个是对于dropping最重要的原因呢 是让客人冷静 保持界限 让客人有更大的收缩空间 还是提供卫生保护 肯定是这个Keep Boundary 保持界限 当我们看到dropping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原因 就是保持一个适当的界限 大家注意 例天二 Why dropping as important for a relaxed massage treatment 为什么遮盖是一个important重要的 对于一个放松的按摩治疗 这个题目非常简单 没有生字 那么我们看看答案 A 叫做 It provides the cleanse sanitization 这刚才说过 谁还记得 刚说过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A 卫生 保持一个客人的卫生 B 叫做 It set with the cleanse the need for privacy 这是什么呀 这满足了一个客人的什么呀 A 隐私 满足了一个客人的隐私需要 C 叫做 It almost more pertinent for body contracts 这个刚才也说过 这是什么呀 让客人有更大的身体收缩空间 最后一个 It emotionally came down the client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也是刚说过啊 冷静下来 让客人情绪冷静下来 那么在这四个选项当中 谁是一个dropping的 最important的一个原因呢 对 就是这个B选项 客人需要隐私 所以呢 当题目当中出现 客人需要隐私 或者是保持界限 这都是dropping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答案并不固定 有隐私也可以 有界限也可以 如果要是两个都出现在题目当中 我们首选保持界限 其次才是隐私 当然了 如果要是都出现题目当中呢 这道题出的就有点问题 只有一个答案 是最优选项 好 我们看例题三 A client asked the practitioner to remove the drop because she is too warm The practitioner adjusted the drop to uncover the client's arms Lore legs and feet and also turns on a fa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drop remain on the client's tool 好 我们看一看 这道题说了一点什么事 哪位同学跟我说一说 有能看懂了吗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他说一个客人 他就要做按摩师 remote拿掉这个 drop 拿掉这个遮盖物 because因为它太热了 这个按摩师 调整这个遮盖物 不把他的胳膊腿和脚盖起来 也就是把他的胳膊腿脚都露出来了 然后还打开了风扇 还打开了风扇 最重要的是 这个drop remind on the client 这个床单还保持在这客人身上 就这么一个描述 单独从这个题目当中 实际上这单题看不出什么 它有用的价值 那么看到这种题目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答案 看答案都说了一些什么 A 以向综合的应用体这种情况 描述了这一个场景 redest the power different 减少了一个权力差异 什么是权力差异 大家还记得什么是权力差异 这个权力差异 就是专业人士 对于非专业人士的一种优越感 就叫权力差异 比如说你去看医生 医生说好 你现在躺下 然后这个 给我咳嗽两下 或者是深呼吸 那你就照做 很少有人去怀疑这个医生 质疑这医生 你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干 你为什么要让我深呼吸 为什么要让我躺下 不会 因为我们是来看医生的 那么医生说什么 我们就照做 这个就叫权力差异 因为他是专业 我们家里面停电了 找了一个电工师傅 帮我们修一修电表 看一看哪电线有问题 师傅说 那好 我先把这个电都关掉了 没有人说不行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专业 他为了帮你修理 他一定要做检查 这个就叫权力差异 那么在做按摩当中 按摩师要求客人所做的 客人也去执行 去相信按摩师 这个也叫权力差异 那么第一个答案 就叫做减少权力差异 显然这个减少权力差异 跟我们这个题目 没有什么相干 没有任何权力差异的描述 并没有描述 这按摩师要求如何 客人要求如何 B呢 叫做 absorb the cleanse perspiration 这是什么呀 ABS 以这个开头的词 大家注意 基本上是吸收的意思 absorb 吸收 吸收了客人身上的 汗水 汗水 perspiration 汗水 汗水这个词不是太常见 如果要是没有见过这个词 我们觉得可以拿小本把它记下来 我们在学习当中 自己准备一个小单词本 不认识的生词 把它记下来 有时间就看一看 有时间就看一看 这就属于专业名词 汗水 为了吸收客人的汗水 客人 要求把床单拿掉 把遮盖物拿掉 而按摩师呢 仍然把这个床单呢 遮盖在客人身上 是为了吸收客人的汗水 客人擦汗 C呢 就在Mention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又出现了这个词 什么是Boundaries 界线 保持一个专业的界线 最后一个呢 establish the practitioner's authority 这是什么呀 树立一个 建立一个阿牧师的权威 显然 这个和这道题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不是为了树立权威 才给他盖上这个爱物的 那么如果要是学习了 我们的基本概念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给客人做这个爱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保持界线 还有是客人需要隐私 那么这道题 答案当中出现了 保持界线 它就是最优选项 当然了 如果要是英文好的同学 可以把它逐个分析一下 你看 只有这个保持界线呢 是最接近于答案的 最接近我们这个遮盖的概念 其他的都不对 如果要是英文差的同学 实在是认不出这么多字来 我们至少认识 保持一个专业界线 和这个遮盖 drop 是有直接的 必然的 非常紧密的 联系的 也很容易把这道题解出来 好 我们继续看 例题四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描述 描述什么呢 一个状态 首先 他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呀 Generally是什么呀 一般的 或者是 Gentlemen 我们的这个温柔的 轻柔的 可以接受的一个 relaxing 放松的按摩 为什么要提这个 放松的 轻柔的按摩 然后这客人呢 脸儿向上 仰窝位在 按摩床上 Undropping 不遮盖 没有遮盖 这个body part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 是没有遮盖 身体的一部分 人来做这个按摩 没有说这客人 赤身 落体 躺在那儿 什么都不盖 他是不遮盖 身体的一部分 并且 Apply Lopression 有润滑剂 那么使用润滑剂 给客人做一个 放松的按摩 大家说这是一个 什么按摩的方法 这是哪一种按摩的方法 又使用按摩润滑剂 又放松 这就是我们 最常见的一种 Swedian Massage当中的 轻浮法 我们最常见的 按摩店里经常管这个 叫小粒 轻粒 做这个小粒 做轻粒 就是我们说 Swedian Massage的 轻浮法 Average 只有这种手法 给客人最 Relaxion的massage 而且 使用润滑剂 大家注意 一旦出现使用润滑剂 放松按摩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瑞典式的 轻浮法 那么正好在答案当中 给了你四种手法 A叫做Fraction Fraction是什么意思 摩擦法 A 这些单词 一定要脱口而出 摩擦法 B Average 是什么 轻浮法 C呢 叫做Skin Rolling 滚皮法 对 最后一个Toppman 敲剂 好 敲剂法 在这四个当中 只有轻浮法 我们使用润滑剂 是最放松的 比如说 Fraction Skin Rolling 对我们这个都不属于 使用润滑剂的范畴 尤其是Fraction 摩擦法 你把身体涂的都是润滑剂 根本就没有把它摩擦了 没有摩擦力 敲击法更是不需要 好 我们看第五 非常简短 Dropping Established Established 遮盖 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 Establishment Established 这个词啊 大家熟悉一下 经常会看到 以后呢 我们毕业了 然后拿到了执照 除了做工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申请按摩店 我们自己开店 这个开这个店 就叫什么呀 Establish 建立一个产业 Establish 那么遮盖 是为了建立什么呢 ABCD四种 A叫做 Ascus 伦理道德 B Liberty List 负债 C Boundaries 界限 最后一个 Scub of Practice 职业范围 哪一种 是我们这个Dropping 要建立的呀 Boundaries 界限 界限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题目的频率 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Dropping和界限的联系的 对应紧密程度 是非常高的 也叫对应关键词 好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是Scope of Practice 职业范围是什么 是指什么呀 职业范围是指按摩师是什么呀 职业范围是指按摩师能够操作的工作范围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按摩师 只能给客人做肌肉的放松 软组织的调整 如果给客人做整脊 说好 客人有静椎病 我给你整理一下这个静椎 这个就属于超出了我们的职业范围 当你看到一个客人非常肥胖 好 我给你这个介绍一份这个减肥茶减肥药 这个也是超出了我们的职业范围 因为我们是按摩师 不是这个营养师 我们不知道具体要用什么 看到客人身上有一大块斑 说你这是皮肤癌呀 这个也是超出了我们的职业范围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没有办法去诊断客人是什么 以至于客人肩膀疼 你告诉客人 你这个是肩周炎 Frozen shoulder 也是超出了我们的职业范围 你只可以告诉他 你这个肩膀疼啊 有可能是什么什么肌肉紧张 有问题 或者呢 我感觉到你某一块肌肉 三脚肌呀 斜方肌呀 零星肌呀 某一块肌肉呢 发热紧张 这是我们按摩师应该描述 至于他具体得了什么病 我们无权去给他定义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就叫做职业范围 好 我们再看 例题六 keeping a client covered will performing a massage keeping a client covered 他这道题呢 没有给你用 题目没有用 抓评这个词 他用的是cover cover就是遮盖保护的意思 那么给客人提供一个cover 提供一个遮盖保护 在进行这个 perform进行这个按摩的时候 是为了干什么呢 a叫做dropping b client intake c lotion application d join mobilization 好 我们看看这几个答案 都代表什么 dropping是什么 遮盖 所以呢 cover就是dropping client intake 是什么意思 还记不记得 什么是client intake 以前我们讲 这个专业的时候 有一个表格 叫做intake form 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intake 就是客人 刚刚到按摩室 做的登记表 最基础的一个登记表 就是叫intake lution application 是什么 对 这提供了还业 最后一个 joint mobilization 关节运动 关节加上mobile 就是关节运动 好 那么在这四个当中 dropping 最符合这道题目的问法 是给客人一个cover 这道题就是典型的 给你换了一个词 做单词的对应互换 好 我们看例题七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 most repercent and instant in which it is approcate for a therapist to refuse to work with a client the client the client 这客人如何 这道题说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以下哪一项 情况 最能代表一个 什么呀 按摩师 按摩师拒绝 以来访的 这个 客人合作 refuse 拒绝工作 对这个客人 这是什么情况 给了四个选项 也就是说呢 当一个客人 找按摩师做按摩的时候 按摩师说我不做 我不给你做 什么情况是 按摩师可以正当 非常正当 有理的去拒绝 好 a requires work only in the ties 这要求啊 这工作 只是在这个 大腿上 当客人说 你只给我这个 大腿做按摩吧 我其他地方 不需要 这个按摩师 我拒绝 是不是可以这样 b呢 叫做 often developers an erection will asleep 这句话 挺有意思啊 有人能够 认出来这句话 说的是什么事吗 有一关键词啊 asleep sleep 就是睡觉 对吧 睡着了 这里面用了一个 erection erection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词 这个就是我们上天课说过 这个就是树几肌的树 树起来 树几肌的那个树 e r e c 有这个开头的 就是树几肌的树 树起来 那么在这个里头 它代表一个专业的名词 是勃起 尤其对于这个男性的客人 他睡着了之后 他有勃起的这个状态 说的是这么一件事 如果要不认识这个字的话 我们正好在这了解一下 哦 还有这么描述 c呢 叫做instance on no dropping 这坚持 没有遮盖 或者我们简单的把它认为 no dropping 没遮盖 也就是说 这客人在屋子里面 吃层摞梯躺着 我什么也不盖 最后一个 叫做reveal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himself 就是透露了一个 个人的信息 关于他自己 就是跟你说了一些 他个人隐私的小秘密 在这四个当中 哪一个是我们可以直接拒绝的 他不遮盖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男性的客人 如果他无意识的 没有任何的语言的情况 和意识的情况 他睡着了 然后出现了勃起这个状态 我们是理解为正常情况 在按摩当中 是可以视为正常情况 如果他言语轻糊 有其他的动作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拒绝 让他滚蛋 但是如果要睡着了 这个人 什么的不动 直挺挺的 那么我们可以忽略 只有no dropping 他坚持不做任何遮盖的时候 我们可以正当的拒绝 如果你不遮盖 我就不给你做任何的治疗和处理 这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击清 好 我们看例题8 Professional and ESCOL Standards for the Practice of Massage Require 一个专业的和 这个词是什么 ESCOL是什么 道德 专业和道德的标准要求 对于一个什么呀 按摩师的实践 也就说按摩师的实践 里面的专业的道德和标准要求 是以下四个当中的哪一项 我们看看A 叫做Smoshing Music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是Smoshing Music Music大家知道 音乐 那么这个 这个Smoshing 就是舒缓的这个音乐 B呢 叫Friendly and Reloading Atmosphere 有好的一个气氛 C呢 Proper Dropping Technique 正确的支盖技术 最后一个 Automatic War Chat Display 一个解剖的挂图 展出一个解剖的挂图 在这四个当中 谁是一个我们专业道德的 和实践按摩的要求 显而易见 就是什么呀 Dropping 其实这道题呢 有一些声词出现 我们不是太熟 但是 通过学习基础的概念 知识点 我们会知道 哦 这个按摩 做我们这个按摩 基础的 界限啊 道德呀 这样的要求 有一条是什么呀 是这个Dropping 所以当答案当中 出现这个Dropping Technique 一个支盖技术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容易的 把它找出来 这个是我们需要 做到的一条 我们的实践 专业实践的一个做法 好 下面例题9 Dropping a client is important because 一个遮盖 是客人最重要的 这是因为什么 题目很简单 关键看答案 A Demonsters the client's ability to trust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一个客人的什么呀 什么是trust 信任 展示一个客户 信任的这个能力 为什么 这个Dropping很重要 认为让客户信任 这答案就是这个意思 B呢 就做 suppose the client's need for privacy 支持一个客人的 隐私的需要 privy 隐私的需要 C Ambust the practitioner to walk on the client without distraction 就是使这个 按摩师的工作呀 能够在不分心的情况下 专心致志的 给客人工作 说Dropping是为了这个 最后一个 Ambust the practitioner and the client to interest 就是允许一个 按摩师 和客户 进行特别有意思的 有意义的一个互动 大家说是这道题 应该选哪一个答案 B选项 连着这几道题 生词都比较多 不太认识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特点 一提到Dropping 不会出现更多的选项 虽然很多应用题 但是几个关键的词 什么呀 private 隐私 boundary 这些东西一出现 我们的道德标准 那么肯定是正确的 所以Dropping的题 看上去很简单 看上去也很困难 如果要不掌握这个重点的话 不理解这个Dropping的含义 那么你看这道题 ABCD 你会看得很懵 到底说的是什么呀 什么又信任了 什么又隐私了 什么又专心不专心 有没有意义 这都说的是什么 我们都不用去考虑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条 Dropping之概 是客人需要隐私 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同学在考试的时候 看到很多题 说这个单词不认识 那个句子不认识 关键的词只要认识 我们还是容易的会把它找出来 但是基础知识要熟悉 你基础知识不熟悉 你不知道这个Dropping 到底它牵涉的是什么内容 它要注意的是什么事项 那么你也没有办法把它猜出来 好 我们看理题识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 a massage therapist who retentally drugs cleansed in an immodest and unprofessional manner 说的挺多啊 一下哪一下 最能描述 一个按摩室 这按摩室干嘛呢 这个按摩室干了些什么呢 遮盖 客人 用一个 不谦虚和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来给客人遮盖 好 这道题问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 这种问法不多见 他说以下哪一项 是描述了 这个按摩室啊 用不专业的 这么一种说法 给客人遮盖 也就是他给他盖一点或者是不给他盖 盖的不好 这说明那些什么事 好 关键是什么 不专业 遮盖 通过这两个词 我们可以把这道题大致的意思猜出来 以下哪一项 啊 按摩室 遮盖客人 不专业 我们在用有效的单词 有限的这个单词 来尽可能的去了解比较复杂的语句 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他的关键的这个词 词汇把它找出来 把它缩短一些 这么长的一句话 我们就挑几个词 按摩室 遮盖客人 不专业 好 那么既然知道了 按摩室遮盖客人是不专业的 我们看看以下答案当中 哪一个是说明了这个按摩室不专业 A The massage surface that has broken 这是按摩室怎么样 什么是broken 哎 破坏了 破坏了一个什么呀 The code of ascus 是什么呀 道德标准 破坏了一个道德标准 这是第一个的主要意义 好 B呢 The massage surface is the following best practice practice 什么是practice practice 实践 我们说的practitioner 就是我们的操作人员 对吧 那么practice 就是实践 实践就是这个工作 那么这道题 这道题 答案B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按摩室啊 是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 做得特别棒 C呢 C呢 The massage therapist is showing respect for their clients 对客人的一个什么呀 尊重 显示了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Respect B The massage therapist is providing a saf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ir clients 按摩室 提供一个安全和舒服的环境给客人 有同学说 我这环境我不认识啊 没关系 你只要看到安全和舒适for their clients 这道题也能把答案猜出来啊 这个答案大概意思就是说 给客人提供一个安全和舒适的这么一种情况 使客人感觉到安全舒适 我们也能知道 那么对应这个题目 我们说说哪一个答案 大家认为是最结局于正确答案 一个按摩室 遮盖客人不专业 说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这是个坏事 对吧 这不是什么好事 没达标准 不专业 所以 打破了道德界限 这个符合这个做坏事的一个前提吧 符合 B选项 它是最好的一个实践 这是夸这个按摩室 对吧 这肯定不符合提议 给客人更尊重 也是夸这个按摩室 做的对 最后一个给客人安全和舒服 更是夸奖这按摩室做的对 所以 BCD都不符合条件 只有一个打破了道德准则 才符合不专业的这个情况 这道题呢 是一个反着问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啊 在这种伦理道德当中 这种题目当中 包括这个遮盖 有一些正着问你 遮盖的目的是什么呀 让你有一个界限 让你有一个这个保护客人隐私 那当然他也有反着问 他说你不专业 作为遮盖这事不专业的时候 你是怎么个情况 这道题就体现了 它叫打破这个道德准则 或者说给你改一个词 叫做什么呀 打破一个啊 Boundaries 打破你的一个界限 没有给客人提供一个隐私 都会成为正确答案 所以这种题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任意给你修改 绝不仅仅是一个答案 为正确答案 好 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基础的练习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儿 介绍这个诗道题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呢 再介绍剩下的这个例题 关于抓评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下周见